就是到总庆以后 在街上马路上做的业 第二天再接受 一天一天的走到成都 一斤走了两三个月 眼前这位老人叫郑双龙 今年105岁 曾经是黄埔军校第17期学员 近日记者来到浙江清华 见到了这位百岁老人 虽然80多年过去了 谈起头身黄埔的争容岁月 老人仍是充满精气神 黄埔精神必须要有大量 有勇气 不怕死 不怕难 勇往上前 郑双龙1919年出生于浙江清华 父母虽是普通农民 却非常重视子女教育 1938年 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 郑双龙也在这一年 考入湘湖师范学校就读 此间 郑赶上黄埔军校 在京华等地招生 郑双龙毅然报考了黄埔军校 因为那个时候 南京 上海 杭州都沦陷了 什么人比我们中国投降 所以那个时候 还是当兵要紧 我就在京华去考 考女分 俗里化 就是比试 都给他提格 一支两样 其他呢 没有什么 考到以后呢 就是要回家探亲 回家呢 看着父亲母亲 过了三天以后呢 就到江瑶啊 从九路去成都 一直走到长沙 那时长沙呢 已经大火消过了 在长沙的灯泉 那个泉呢 是母泉 民泉 两支泉呢 兵起来 兵起来以后呢 有小火轮啊 小人泉呢 就拉过同庭啊 就到离枪了 在那里枪的灯泉 十几天以后 那人泉灯到了 我们就躲人泉啊 到了中庭 一路辗转抵达成都后 郑双龙进入 黄埔军校就读 彼时有几千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 有志青年 为康日报国 而汇聚在一起 由于战线吃紧 为了早日毕业 走上战场 他们白天晚上 都要学习和训练 每天早上 楼天中而没有天亮 就起床 做早操 列铁钢 摸麻 就这样子 每天许识 俩外训练的时候 港飞机 躲飞机 对面 就经过家 都来了 不到 这样子 所以经过这个训练以后 没有勇气 没有大量 就做不到的 所以在那训练以后 摸倒就是摸倒 前进就前进 这天明明 打扮的时候 那时子弹很小 在这城墙 就在打 打的启发子弹 再给它 要战术 就是什么 两面包围 或者中央台破 这样子的战术 所以经过这样子训练以后 能打量就大了 还有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根结结合 这一天又两个三天的时候呢 这个号吹 听起来 我听到呢 嘀嘀嘀嘀嘀嘀的 就马上呢 又里长又车了 背包一打 就到街上去跑步 1942年 郑双龙从黄埔军校毕业 被分到驻扎在浙江蓝溪的63时 郑双龙赶到蓝溪暴躁时 当地已经沦陷 一时找不到部队 当时共产党员尼云腾 王放等人 组建了一支抗日自卫中队 他们找到郑双龙 希望他担任第一分队队长 郑双龙欣然加入 那个时候有时很多人 都是过去当过红军的样子 最多的时候也有三十十个枪 就是到乡公所去 一个一个乡公所补枪修实来 董卢什么人站着呢 在晚上的门关掉了 我从王放两个人 就晚上到了整个敌军的家里 手枪借出来 家子城里的那个补枪 大概有七八十几架量 也是布莱林手枪 就成了一个中队了 此后 郑双龙一直活跃在抗日前线 他曾在32军司令部特务营当排长 压介过日军俘虏 也曾去过福建蒲城县训练过新兵 新中国成立后 郑双龙回到家乡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文化程度高 他先后担任过冀工员 会计等职务 2015年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 郑双龙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 如今 虽然已有105岁高龄 但郑双龙依然身体硬朗 精神绝硕 他常常沿着村里的公路骑行 并沿路减时散落的垃圾 他表示现在的生活很开心 希望自己能超过120岁 现在呢 我的希望呢 在这个新时代中 敢搞创新啊 搞平均修命啊 我的雨伤呢 也像冒伤呢 到天眼 超过120岁 我关心的是大家的 对国家来讲呢 我们在世界上啊 我们修兵呢 要超出任何国家 我们就讲是这样 我们修兵是来自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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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自艾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